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她的32岁母亲夏亨则身受重伤 警方认为这起攻击案 与以色列和哈马斯战火延烧有关 哈萨丁娜每周一日交水令 从11月1日开始实施 交水令限制偶数位置在星期一交水 急数位置在星期二交水 所有交水必须在上午9点之前 和下午6点之后进行 大雨期间及雨后48小时内 也不得交水 交水时间表适用于所有住宅 交水或灌溉任何类型的景观或植被时 不得有过多的水倒到人行道或排水沟 金融科技公司Smart Asset 近日发布对344个城市 进行人口成长最快排名 2017年至2022年 亚利桑那州巴克埃市人口增长48% 内华达州恩特普赖斯市人口增长46% 调查发现美国西南沙漠郊区城市人口增长最快 FDA警告一款受欢迎的儿童水果袋 千含量超标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警告家长 不要将Wanabana苹果肉桂水果袋交给幼儿 因为带中的千含量可能很高 在北卡罗来纳州发现四名儿童血液中 千含量升高后发现了这个问题 此次召回影响所有Wanabana苹果肉桂果泥带装 包括所有批号和有效期限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